诈领62万 秦日昕遭弹劾 前年驻斐记前代表秦日昕 诈领配偶眷属补助费长达44个月 A则62万多元 昨天遭到监察院弹劾 秦日昕前年遭踢报 看日本驻斐记大使馆秘书黑川爱子过从胜命 在2010年时两人曾多次单独用餐 黑川更多次出入秦日昕的关底 两人还经常在半夜热线 他的妻女明明在台湾 他还申请眷属就学补助 监委调查后昨天弹劾他诈领补助费 至于秦日昕和黑川传出的不伦练 监察院表示 因没有相关证据无法确认 但秦日昕在8个月中 以公务手机和黑川通牒的次数高达229通 有的还半夜热线 也超乎长期联系 监察院昨天将全案移送 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审议 外交部表示 秦日昕目前停职中 外交部会配合工程会审议结果 处理后续相关作业 有外交官透露 秦日昕目前领班薪 每个月约有2万多元 东新闻台北报导 正经证据 前面彩 赏 前面彩 辞认 前面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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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彩